及不好有属于我的什么什么 都是可以属于是一个我所 最初说我而止我的意思说 他就是支持我的撒迦耶稷 再来 赐言我所执着法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 支持我所的撒迦耶稷 这个里面又谈到了两个撒迦耶稷 总的来讲撒迦耶稷的定义是什么 我刚才前面讲的 圆 圆就是看的意思 圆 我及我所 我及我所 支持为自信有的人会 就是撒迦耶稷的定义 你看撒迦耶稷它本身是一个智慧 智慧不一定是好的 智慧有坏的也有 纳兰陀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 他们提出来的 世青也是提到 岳成也是提到 所以撒迦耶稷本身是一个智慧 但是它是一个人会 人物的意思是它是一个烦恼 所以称它为人物 撒迦耶稷的定义是什么呢 圆我及我所 支持为自信成立的人会 就是一个撒迦耶稷的定义 那撒迦耶稷分开的话有两种 是什么呢 圆我支持为自信有的撒迦耶稷 跟圆法 圆我所支持为 只有自信有的一个人会 有两种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阶段谈到的就是 第一个最初说我而止我的意思说 我止的撒迦耶稷 那止我的撒迦耶稷 第二个就是止我所的撒迦耶稷 又谈到了两个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撒迦耶稷的 如果你是属于是一个轮回当中的众生的话 肯定有每一个人都有撒迦耶稷的 你什么时候明显感受到自己又具备了撒迦耶稷 你透过了学习真正的一个扎扎实实的去学习 龙肃及越成他们的中观的毅力 了解了之后才能深深的感受到 确实我有具备了撒迦耶稷 那这样的话我们执着的部分探讨一下 比如说怎么去执着的 执着是什么意思 执着就是我们心跟对境的互动的情况下 对境上面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错乱的心 颠倒的心 自己去加油天助 加上去的一个部分就是叫做执着 那我举例来讲 那第一个 执我的撒迦耶稷的话 一开始我们圆自己 那圆自己支持是一个思维 那加上去的自己 基本的自己的身上 你的撒迦耶稷加上去的加油天助的部分 是哪一个 你想想看 哪一个 自信有的 那你看你的身体本身是一个自信有的吗 根本不是 我们本身是一个无自信的 那你自信有的这个部分是谁加上去的 你的撒迦耶稷去加上去的 所以表示就是撒迦耶稷是一个颠倒士 以无为是 以无为有 他本身是我们自己本身是无自信的 但是你跟随撒迦耶稷 指我的撒迦耶稷思维的时候 你就能显现出一个 这些有的我就显现出来的 那我们没有考虑 毫不犹豫的 马上就下结论说 我就是我自己如此显现 就是如此 我们就是下结论 那你看自信有的我的什么样的概念 比如说我就是不依赖 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法 能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当独 隔天的一个我实实在在的存在 这个叫做一个自信有的我 我存在的方式是依靠很多的其他的法 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法 而成立自己 不是说我不依靠任何的其他的法 能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当独隔天的我 根本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为什么撒迦野界就是这样的去看成为 自信有的我的时候 那引起的烦恼比较快 为什么 那撒迦野界就是这样的去看的时候 他引申出来的其他的傲慢 成会 嫉妒都很强的 如果你想要达到了一个脱离轮回的一个境界的话 那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 轮回当中的缩口酸难者的情况 那这种的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过坏 还是从后到来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过坏 这些都是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越成告诉我们说 第一开始我们流着轮回的过坏 流着轮回的因素是 最根究底的话 最可或说就是一个撒迦野界 这个社会当中 人也都讲就是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全部都把它作为一个执着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妄念去执着 分别去执着 还有贪心去贪婪之心去执着 还有我执去执着 全部都是就是和我一谈的 那你执着是什么 也有什么概念呢 没有什么正确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就是我之前讲的 就像是一个执三贪婢嘛 没有用 没有作用 贪心执着跟分别妄念执着 还有就是那个 我执撒迦野界 我执着的部分有点不一样 那贪心执着的部分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贪心强烈的现实的时候 他所执着的对境 就是确实对你而言是非常悦意的对境 比如说我们尤其是我们人海人之间的一个谈恋爱的话 当然是一个强烈的现实 执着强烈的现实 先跟随这个执着 你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可爱可泣的 非常美丽的 非常英俊的 有这样的一个加上去掐油填出 掐油就是你喜欢上 对不对 那这个是你当下的 你这种的带来 你的感觉是事实非事实 你看看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上把辈子谈恋爱的时候 你当下你眼里你显现出来的那个样貌是如何 那下把辈子如果节目会也好 以后久之之后 你的眼里显现出来的它是怎么样的样貌 完全不一样的 那对境老了吗 因为老的原因吗 这个不一定就是那么老 就是不一定 所以一个月以内也会就是这样的改变的 这个在吉田菩萨在入行律当中讲了一个例子 他讲到的 我们遇见人的贪心贪婪之心就是如此 如这样的一般的 他是举例是说 夏天大人是各种各样的花朵绽放的时代 那个花朵新鲜绽放的那一刻 四面半发的密封就是急急的飞过来的 追求华蕊 花枯萎的时候 那分分离去再不回来了 原因是什么 他已经执着的部分已经没有了 即将枯萎的时候 他就纷纷走了 所以他一开始执着的程度 将来就还是没办法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不喜欢就走了 他说 遇见人的贪婪之心也是如此般的 这个叫做执着 本来就是他这个执着的对境上面 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你就是家有天处 所以家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这个叫做一个执着 那你看 我执 他家有天处的部分是 自细有的 地势成立的 这个是实际上不存在的 但是你以为是有 所以加上去的 他执着的方式 思维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那妄念分别的话 那就各种各样的游乐 就是没办法定了一个例子来讲 所以很多很多 万业之中 那我就是举个例子来讲 那我们就是昨天做梦吧 也许有些人看到非常美丽的大朝鱼 有些人看到一座一座的山床 有些人看到一条一条的河 反正就是梦里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当下你昨天梦里所看到的这个草原 是真的草原吗 昨天梦里所看到的山 是不是真正的山 不是吧 梦是 它就是一个自己的弦性 把它指为一座山 或者是一条河 一个大草原等等 你看实际上不是大草原 不是一座山 不是一个大象 但是我们因应分别把它自己分别的显现 把它作为 指为就是一个大象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 这是一座不存在的 但是你梦是分别加油天出的部分 梦里所显现出来一头大象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大象的一种 比如说你分别显现出来瓶子的时候 它的显现出来的瓶子的样子 就是叫做一个瓶子的一种 那如果我们透过他人的介绍 你内心显现出一个瓶子的时候 这个显现出来的瓶子的样子 就是叫做一个生种 生种一种就是 生就是透过他人的介绍 再来你内心想起来的这个样子 就是叫做生种 一种就是不一定 你就是分别显现出它对积来的时候 就是自然就显现出来 对积的样子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一种 那所以呢 任何的分别显现出对积来 了解对积的时候 对积跟真正的它的一种 完全后悟一堂分不清了 完全不同的 生种一种的话分别的显现 对积的话就是对积嘛 瓶子的话就是瓶子 根本不是一个一种了 但是分别就是就像是我们有的时候 透明的玻璃杯吧 一般加牛奶一般就是加就是水 清澈的水 加进了以后就是完全摇一摇 嚼一嚼 那我们根本眼睛看不到牛奶的成分跟水的成分 那也许我们看成为一管牛奶 但是不是一管牛奶 一半是牛奶 一半是水嘛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 我们的分别区率 显现出一个对劲的时候 时时刻刻都显现出一个 它跟它的一种跟生种 完全没办法分的就是这个瓶子 这是瓶子的一种 它没办法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分别也分别执着的方式 还有贪赖之心也贪赖之心执着的方式 那我执也是我执着的方式 都有颠倒式都有出来的 是相同的 但是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最初说我而止我 一开始圆我自己 执着 执着是什么呢 完全捏造出来一个自信成立的我 我执撒迦也见来捏造出 把自己捏造出来一个自信成立的我 那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想要保护自己 想要爱护自己 我完全不容许任何人各种的手段来 就是侵害我 欺视我 内待我 骂骂我 批判我 那就是这个心就来了 那这个心来的时候 你烦恼就要犯不胜罚的 你看 最初说我而止重 自信自立的心很强的 爱我止的心很强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它的根 它的后盾就是撒迦也见 我止 由于这样的情况下 你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了 有了造恶业的时候 肯定会一叶宝就出现了 英国就是不虚伪的 英国就是不欺款的 确实不虚伪的 英国是真的很厉害的 法陈佛萨在《施量论》当中提到的 完全具足 因缘的情况下 产生结果谁也无法挡 谁也无法就是挡住 因缘不具足的话 那就结果就不会出现了 用这样的概念逻辑来 平常讲就是善用善报 恶有恶报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善用善报 有恶报的逻辑概念 或者道理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我们学佛者 真的一定要就是尽量去思维 这样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你现在激烈到很多的善 将来就是这个善报 就是成熟于你的身心上面 你现在做了很多的恶的话 这个恶报就是将来成熟到 你的后续的神心上面 这是我们对自己将来的 生生世世的 一定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对今天这个特地讲的 就是我知当中的撒迦也见 对指我的撒迦也见 一个指我所得撒迦也见 两组引起了很多的烦恼 这个烦恼不仅仅是一个财神容易 它很非常的猛烈 非常强烈的限系 强烈的限系的时候 完全是稀罚一乱了 思想都是乱了 那这样之后 一直不断的冲击 这样的烦恼 强烈的限系的时候 那你时时刻刻的造 无数的业 这个业就是 每一刹那 第二刹那就变成种子跟习气能量 总有一天相似的音乐 就是说就成熟了 带来给你一个稿报 这个习气种子的概念 我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 我跟你们讲 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去了一个地方 举个例子 我们去了那个雅明山 那里就是 比如说车祸了 或者发生了一些紧张的恐惧的事情的时候 当下你非常的紧张 那里就是有 你留下来一个习气的种子 平常我们没有到那里的时候 还好 虽然你想起这些的情况来 但是没有那么的强烈的 你每次经过这一段路的时候 马上就突然就想起来 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是触及到你的心 想起当时的你发生的事情 就是想起来 这个都是一个习气跟种子的能力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小看习气跟种子 虽然你看不到摸不着 它的位力是真的很大的 实际上事实上来讲的话 有有形 无形的力量是哪一个比较大的 无形的力量很大的 此言我所执着法 这个是一个执我所的撒迦业界 由于这种的撒迦业界导致 我们三界轮回当中就像是造各种不同的业 所以由于这种业余烦恼导致 三界轮回当中就像水车一般的 转无自在 由于这个业余烦恼导致我们不有自主的多路轮回吗 比如说我们人道的话 你投身地狱道 恶鬼道 出身道的时候非常的快 完全无自主的情况下掉下去了 那你从恶鬼道 出身道 还有地狱道 那个地方投身道 就是人道跟天道的话 那就很难了 一定要依靠很多的善的力量 才可以投身人跟天道的国会嘛 所以这个祈礼的就是水桶一样的 他踢水上来的时候很辛苦的 一定要靠人 他不能自然就上来的 你要水桶下去的话 靠人力吗 不需要 被有自主的东西掉下去 那原生被戏被我尽力 所以原这些的轮回当中的受控酸难者 恨不得离苦得乐之心 是一个大悲心 我像这种的了不起的大悲心 我尽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悲心是什么样的心 他原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希望 离苦得乐之心 就是叫做大悲心 那原一切众生 恨不得离苦得乐之心 是属于是谁的 一般的大悲心 属于是任何一个的话 那你追求追不上 永远得不到 比如说你拥有的知识功德 我怎么追就追不上 你属于是你的 不是我的 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相续者 我怎么可能取得你的知识功德呢 但是我付出跟你一样的 付出的话 我也就可以得到跟你一样的知识 这是对的 安部就办的善学的话 你也可以得到了 就像老师的知识一样的 你也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知识 所以我们从佛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非常精准的回答是什么 大悲心是属于是谁的 不属于任何人 如果你真正的修大悲心者 真正的能修大悲心的话 就是你也有同样的一个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 谁可以争取 谁可以就可以得到的 不是说属于是菩萨的 属于是佛的 那它的作用的话 那我们修大悲心的过程来讲 它的前提就是平等舍 一般的此心悲心 一般的悲心的话 不一定是大悲心 有些人认为 此无恋心 悲无恋心 就是叫做大悲心 不是 这是非常 道次第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 讲到道次第的时候 不要以为是道次第 是属于是格鲁派的 有些人认为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 你看释迦牟尼佛宣说了 三大波尔经的时候 波尔十万宋 两万八千宋 三大波尔经 它之间宣说的 都是一个空性跟空性界 从色法到佛地之间的 所有一切法都是 它宣说了无自信 那它的含义 渐渐的含义 内涵所权是什么 所有的道次第 那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弥勒知道 弥勒菩萨知道 所以他依于大波尔经 而解释出来 释迦牟尼佛宣说的 所有的惯性的道次第 这要著作了 米勒此事无论 尤其是相关专业论 这个就是叫做一个道次第 那阿底下尊者也是说了道次第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搞错了 道次第听起来的话 属于是格鲁派的 这个是我们不了解的象征 不要这样子想 所以大别性的前提就是 平等是 平等是什么 原一切众生平等 来就是众生是平等 没有什么错的 高低贵贱 没有什么差别的 这都是我们从自己方面去 安利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你以为这个是好的时候 它马上就带来给你一个好的感觉 你以为是这个是不好的时候 马上就带来给你一个不好的感觉 安利的意思是什么 你就是从心方面去安利 你造出来的 你看从自己方面安利了一个好 所以带来给你一个好的感受 从自己方面安利了坏的时候 它带来给你一个坏的感受 所以两个对劲好坏 是你没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核亮的 如何去修平等事 就是一定要串习 串习就是修习 我们现在不能修 原一切众生的平等事的 主要的关卡 他遇到了贫瘠的地方在那里 却是我们在心中拥有的轻松和癌症的分别 他不让你修 顺利的修 原一切众生的平等事 他是你的亲友 他是你的亲人 他是你的家属的人 他是你的 反正就是都是一开始 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一开始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心的人 再来我所 我的亲朋好友都是属于私我的 就像是副俗品一样的 非常重要的 那你就是自方 强烈的执着的时候 那谈法说一定要忽略了 不管 人家死也无所谓的 他人受苦受难也是无所谓的 这个不归于我管的 不属于所我的 没有所谓的 无所谓啊 这种暗战的心就出来了 拥有执着执着的心 对你有好处吗 不但没有好处 反而是坏处太多太多 修了对一切众生的平德使者 还有就是自私自利的心 很强的一个人 这两个的生活当中来讲的话 确实修了原一切众生平德使的人 往往超越了另外一个人 他的生活就非常幸福的 他自己临受到幸福快乐 阿底下尊者告诉我们 起因过苦绝 第一个是知母念恩 报恩 慈心悲心 赞上意乐 大悲心菩提心 应该起因过苦绝就这样 那所以呢 一开始我们想 把一切众生 曾经当过我的母亲 应该是类似这样去想 过去 所有的众生当过我的母亲 父亲 确实有些人认为说 父亲 母亲也是不怎么样 都是有了 但是我们东方人还好了 所以呢 尤其是信仰 佛教徒很好 一定要孝顺父母 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话 当然是空子 空子啊 或者老子啊 孟子啊 他们就是孝道 或者孝顺父母 这个也是人道 非常好的 实际上来讲 对天下的所有的子女来讲 母爱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看 自己没有母爱的话 你一天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不要讲人 大草原上的 非洲大草原上的 你看 其实母鹿啊 他们生小孩的时候 确实很多的肋骨啊 还有他们闻到了这个气味的时候 追过来 所以妈妈就舍不得离开 这个就是披靡的 就是完全新鲜掉了自己的性命 她对自己的小孩的爱悲悯 所以她就舍不得 那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讲的话 如果是人类的话 其实人口都是一个 依靠自己的母亲而生的 我们小孩来讲的 母爱是非常重要的 你生下来 那妈妈不爱你 丢到那个垃圾里面去了 肯定是 你不爱的话 你什么都会做出来的 之后的妈妈 如何去照顾自己的婴儿 小孩 这是我大家都知道 所以所有的众生 曾经当过我的母亲 当母亲的那一刻 她就是完全牺牲自己 为了照顾自己 所以她有拥有过 这样的一个照顾 所以我们就是 不要去说 我现在就是社会里面 显示出什么样的人来 马上就评论 她是那样的 她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那反正就是你 圆一切众生 要改善自己的心态 对众生的看法 尽量去不断地思维 不断地思维 这是很好的 内心窜息而已 你不断地内心窜息 不断地窜息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总的来讲 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 串洗 圆一切众生的平德 你真的达到了一个 圆一切众生的平德的 这个境界的话 少了很多 泄息烦恼的机会 你看最起码 情愿爱症的分别来 扰乱你就不会的 那你没有让情愿爱症的分别 有机可乘的时候 它就不能成绩而入的 那这样的时候 你完全胜利嘛 对不对 你跟烦恼 某些的烦恼打仗 你就是已经胜利了 那你对于同学 那个同事之间 都是一个平德的 对你而言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公司 休假旅游 去哪里都很方便 跟谁一起去 无所谓 跟谁同居 无所谓 你心里很方便多了 心里就踏实很舒服的 那这种妄念分别太多的人 你看 诶 偷偷抢一下 我不跟他睡哦 这个不好的 你自己不知道 自己多不好的 你一直讲究别人不好 这可笑嘛 对不对 更糟糕的时候 你看 同事里面最不高兴的 最不喜欢的那个人 讨厌的那个人 如果这一次我们休假 旅游的话 那个人去的话 我绝对不去 原因是什么 我不喜欢那个人 我不想看到他 你不想看到 也是常常就是 在办公室看到的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对他人的看法有问题 这个不是他人的问题 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平常 佛教徒讲说 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 我没有犯错啊 为什么反省呢 但是你不知道 自己的错在哪里 最糟糕的就是 看不出自己的缺陷 看不出自己的缺点 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的眼里 看到各种各样的众生的时候 都是可爱可欠的 没有什么情愫 爱人的 对不对 高低贵集的差别 应该是我感受到的时候 那这个是很好的 一定要加强 培养它 这个叫做修平德 愿一切众生的平德 是什么 你达到了平德的时候 我们自己感受到了 不需要问别人 没有什么神情神众的感觉 没有什么高低贵集的差别 都是你的眼里 非常平德 看到谁都很高兴的 累着这样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达到了 一些的平德式的境界了 你不需要问别人 你自己感觉到了 所以就是我们达到了 平德时的境界 是非常舒服的 非常好的 那平德时的话 这个上面稍微加强一点 所以我就是把一切众生 作为一个欺辱家人 就像欺辱家人的看待 就像我可爱可欺的 自己家人一样的 所有众生都是好可爱 那这个一定要从自己内心去改变 对不对 对自己有帮助 - 如果他能拒绝 - 如果他能拒绝 - 那我能拒绝 - 那我能拒绝 - 那我能拒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